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的四盘对局可以说是策略性战术性又上了一个台阶 首先我们来进入这盘棋是来自两位小将之间的对决 直黑的何宇涵对阵直白棋的蒋棋润 让我们来看何宇涵是如何凭借声东击西的战术一举KO白棋的 此时的局面已经到了最终的收官的阶段 全局呈细棋的状态 上一部棋蒋棋润在脚上打吃了一打吃收官 这棋毫无疑问就已经是官子比拼胜负的一个局面了 所以说黑棋此时也势必要尽可能的利用自己的后卫 对白棋进行搜刮 何宇涵同学他的想法就是一路搬 这部棋拉开了一场序幕 是什么序幕呢 我们等会儿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黑棋当搬在这里的时候 白棋右下角是不得不硬 因为如果你不硬了 黑棋可不是往里搬 可不是这么简单的 而是直接断在这里 这就是要白棋这边老命的下法 断到这的时候 白棋如果吃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 黑棋打吃冲冲就直接冲下来了 这样的话 左边上边这个五颗棋子就将被割掉 白棋当然不行 这个棋是绝对不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站在这里的话 那么这一爬这四个又死了 关键这个四个死完之后 再一吃这块还死 所以说连环吃 这个地方随于白棋 是不可能让黑棋出棋的 因为原本就是白棋的领地 然后黑棋不但把白棋吃了 还继续威胁大龙 那怎么行呢 所以说这个班 可以说是白棋不得不防的一手 怎么办呢 白棋此时就面临一个选择 此时如果简单的猴这个 或者猴会 那非常清楚 没有任何问题 绝对没有死活问题 当然这样的话 木树就亏了很多 全举成气齐的状态 然后这个地方 本来我的木树是这样点的 本来是这样 现在我往里缩了一步 然后这个还没打着 这个局部据我目测估算 大约亏三到四目棋 四目棋的话 那这段棋就由一个细棋 顿时变成比如说 海棋旁边十目以上的一个局面 从高手的角度来说 从职业棋手的角度来说 就没有胜负可言了 所以白棋没有办法去坐在这边 下一步棋就必然的选择 就是大吃 这部棋看起来也毫无问题 但是因此引发了一场血案 黑棋一路小间是这个局面 特定场合下的好奇 因为我们不是在进行班针的收工 而是通过班的借用 达到黑棋最终的目的 双方在此形成了一个微妙的结症 然后何宇涵的找结也非常微妙 在右上一般 这个结好像也没有说大到一个离谱的程度 但是在关子阶段下一步棋藏进来 价值就太大了 白棋没有办法只能挡 黑棋在提 好 像这样的时候 白棋又一次面临考验 如果偷拳补这边的话 那么这边又一次出现打结 黑棋断了 白棋肯定不能车这边 只有走这里 然后黑棋不是打进来 而是盘在这里 这样的话脚上出现一个打结症 而就如刚刚所讲 黑棋一旦将白棋吃掉 下一步棋再吃 全死 这不是死一脚的问题 是全部阵亡的问题 所以白棋这个劫财 怎么找 白棋提回来 黑棋随便找 我直接提回去 白棋甚至连粘这种地方都不是结 因为左上角太小了 我一吃就直接把你全吃 左上角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白棋不可能打赢这个结 因为白棋自身 说实在还挺薄呢 这边白棋想要找出结菜来 还是非常容易的 这边各种冲了打了扑啊等等 关键是给打结又不损 连木都不损 所以没有办法 白棋右边必须得硬 实战白棋就站上 然后呢 黑棋下一个计划 就因此得以实行 第163首 当何友涵下出下一部棋的时候 他整体的意图就显露出来 而下一部棋同样非常精彩 这就是直接指导荒龙 靠在白方 演性里面 这部棋的目的就非常清楚了 我就不多说了 白棋当 黑棋拉回来 白棋自身的眼形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此时如果简单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摆了 毡树 黑棋出目 大家可以看到 由于这边的存在 白棋这个地方的眼形出现了明显的问题 当然如果说没有这个的话 靠都靠不进来 假设没有这颗棋子的存在 没有这颗棋子 一尝 就死了 你一冲 回家 渡不回去 渡不回去 这边就成为了我的俘虏 然后这个就基本上进去了 就完了 但是这个局面不同 或者说你靠在这里的时候 我肩在这里也行 淡淡的一个 我不理你 然后我的眼形也足够丰富 也可以 可是由于有这颗棋子的存在 你再使出这样的手法 没有意义了 因为我就直接可以一路搬过了 这样的话 就前功尽棋了 所以说黑棋 如果没有这颗援兵的话 黑棋就没有办法施展 这么激烈的手段 但是何宇涵在之前 已经交换到了两手棋 正是这两手棋的声东击西 最终获得了棋效 白棋挡黑棋拉出来 黑棋已经 白棋已经没有眼位了 所以只有去拼命地 给黑棋制造麻烦 挖完一战 看看你这空要被破了 是吧 但是此时跟空显然 已经没有关系 黑棋淡淡的一长 白棋已经成为了瓮中之别 已经全部被黑棋包围在里边 甚至眼位 连后手 连一只眼可能都不是特别确定 甚至是后手一只眼 白棋做活了 但是显然这个小骗术 小伎俩 逃不过何宇涵同学的法院 我记得在第一期 在第二期的节目中 何宇涵 小江何宇涵 曾经就出现过 他的大龙 在危急时刻反杀 成功 最终实现了惊人的逆转 而这盘棋呢 他再一次使出了一个 声东击西的战术 最终实现了完美的结果 当黑棋冲在这里的时候 白棋自身的局部眼形 显然是不够的 只好继续往外 威胁黑棋 黑棋简单的护住 白棋继续威胁黑棋 黑棋提掉了 然后白棋怎么看 怎么眼位也不够 因为你顶这里的话 这一点 注意啊 这拉回来又活了 所以必须要点 然后呢 白棋 留给白棋就两个角度 一个是上面做眼 一个是下面做眼 但是很遗憾 都是两只后手眼 其实这个时候 这颗棋子还是闪闪发光 因为白棋如果说 扳着一下 再顶 再拉回来 这边有眼 这虎也能活 但这颗棋子 最终还是在闪闪发光 然后当下成这样的时候 白棋眼形就出现不足了 最终 白棋扳在上边 黑棋顶 把下面的眼位破掉 白棋扳 黑棋简单的小棋 吃到最大 注意啊 吃棋一定吃到最大 这是小棋何有寒 告诉大家的道理 最终的结果 黑棋以最为夸张的方式 以最大的限度 将白棋一块 看起来眼形极为坚固的 大家还记得之前的棋子吗 五颗棋子 将一块非常坚固的 一个小堡垒 直接一举端掉 最终实现完美的结果 从后来看 这般的小棋的 声东击西战术 可以说是整体 黑方屠龙 成功的关键 小棋何宇涵 向大家展示了 惊人的万里 相信在此后的赛场中 我们可以经常看到 他的身影 这就是本局的精彩过程 接下来我们来看 韩国棋手变向一 是如何将计就计 涂掉对方大龙的 这盘棋 依然是来自 维加联赛赛事中段 的一盘对局 纸黑的黄云松 挑战韩国外援变向一 变向一去年的进步非常大 不但是在维加赛场上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他在国际赛场上 也给诸如柯杰 联校等中国棋手 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这盘棋 我们就来看一看 他在中盘阶段 强大的攻杀力 以及背后所支撑的 绝妙思路 此时局面 已经进入了 后半盘的状态 上一步棋 白旗在这边搬毡 把这个彻底吃掉 同时也巩固自己的失控 接下来呢 就轮到黄云松的黑旗 如何去 这个可以说是 收束的问题了 那么全盘 只剩下一个地方 还有保卫 那是哪里呢 就是这里 这地方的白旗 还是有点保卫的 毕竟黑旗的头很硬 这个地方断点 冲断 各种味道还很明显 所以说这里 有可能是一个 白旗可以去 搞搞事情的地方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黄云松来了 第159首 直接靠在 撞击在白旗的空里 这部棋给白旗带来 很大的压力 因为这个时候 只要白旗一招不胜 那就有可能 一条小龙就要玩完 比如说搬这个 我也反搬 这个地方就很紧张 因为如果白旗吃 黑旗就翻吃 通常来说 这个旗不太能被拔掉 但是此时场合不一样 因为白旗拔上边 价值不明显 拔掉之后 左上脚已经全部被吃 这盘旗就这样交代了 因为到了最后 后半盘的阶段 如果说是 直接被吃一块的话 那就不用说了 所以说这个结果 白旗是不可能接受的 但是白旗呢 也很难有其他好的办法 只要你反搬 不以为反搬纠缠 这个局部你就会很难受 如果你打 如果你连搬这边 我打吃下去 这个地方白旗 黑旗至少能够取得 一个先手活的结果 先手把你实控掏掉 再把你左边一关门吃 比如说 简单摆个变化图 你怎么只有贴回来 对不对 然后我就拐一个 然后你这个时候只有提 这时候我翻车的价值 依然很大 但是我没有必要走这里 我就直接把这边全部吃掉 下成这样 黑旗全门实控 就非常优势 因为我已经先手 把你全部掏光了 这个结果毫不一问 是白旗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怎么办 这是摆在变相依面前的 一大难题 当黑旗靠在这里的时候 白旗怎么办 好 实战的下法 我们来揭晓一下 白旗第160首 直净凌空趋夹 这部旗可以说是顽强蹭住 体现出这样的思路 但是这部旗本身看起来很奇怪 因为白旗一长 白旗只有度过吧 当黑旗在一段的时候 怎么看怎么都不像一个白旗能撑住的样子 你站这边我就把你先手这边吃掉 吃掉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中间的白旗旗子就任黑旗宰割了 下成这样之后 那我这边随便一冲你就死了 我这边随便吃着 这边也死了 甚至你再救回来这些旗子的时候 还要被我冲冲冲垮 大家可以看到 你救都救不回来 我直接把你拐死了 这两个割掉可能比中间还大 所以说这白旗怎么办 白旗是要了上边 中间就没了 如果巩固中间 那么上面的空又存在问题 此时的白旗继续陷入艰难的局面 如何是好 变相依面临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也有非常大的困难 而最终他的选择非常惊人 第164首白方冲在这里 这部去强行抵抗住这边 因为如果你吃回来的话 注意啊 你虽然可以抵抗这边 但这边又漏了 这又不行 因为只要你时空被打穿被割掉一块 这就损失巨大 所以白旗没有办法沾这边 也没有办法吃这边 实战也就不得不走在这边 看起来这是局部顽抗的下法 黑旗打吃 白旗只能立 接下来呢 黑旗黄一松在这边打了一僵 考虑了下后续的变化 然后决定挡下来 这部旗同样非常的强硬 因为这部旗的背后 预示着甚至黑旗可能要全杀白旗 如果白旗拐回来的话 黑旗下一步旗 如果白旗单拐的话 黑旗下一步旗 就算简单的打吃这个就可以了 大家注意啊 类似于这样的旗行 在通常局面下可能是不成立的 但是此局面下太有效了 因为下成这样之后 白旗这边全部被黑旗屠杀 而所失只不过这两颗残子而已 这边好像也影响不到黑旗的后包 所以下成这样的话 白旗全死了 当然不行 这是黄云松实战的意图 挡下来 逼迫你回去 我再直接冲杀出来 如果你推一下 然后再拐回的话 那么我就跳过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白旗还是难逃厄运 所以这是黄云松整体的思路 看起来白旗已经要崩溃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白旗使出了一招将计就计 接下来一系列的下法 如果说这个镜头前 屏幕前有小朋友们 在夜晚千万不要独自观看 可能会比较惊悚 我们来看接下来白旗的下法 白旗打吃 这什么意思 这难道不是一个局部崩溃的奇形吗 当黑旗拐到这里的时候 白旗上半两个奇形 和中间这个奇形 已经必然有一个奇形 要被吃掉了 白旗的目的是什么 对 就是漏打 这一漏打 局面从崩溃 变成继续崩溃 并相依的意思是 我这个简单的崩溃 我不愿意 我要崩得再猛烈一点 所以实际 白旗上边一带已经全部崩溃了 已经是一个不堪入目的形状 已经面目全非 当下成这样的时候 整个上面一带的白旗 已经没有活子了 下成这样的时候 但是它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呢 当白旗冲在这里的时候 它的真正意图显现了出来 各位观众朋友 它的意图是什么 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看懂了吧 这就是将计就计 通过一种活争的方式 反杀中央黑旗大龙 这是变相依 惊人的思路 在自己这些旗子濒临死亡 在左边这五颗旗子 还要断点 还要可能被黑旗吃掉的情况下 变相依组织了自己的这波残兵败将 向中央看起来像是巨无霸的这条黑旗大龙展开了冲击 这就是白方惊人的思路 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法 大家赫然看到中央的黑旗巨无霸 已经全部被包围在了里面 一场惊人的杀戮由此展开 而白旗的投入是上被所有 全部 哪怕全部死亡也在所不息 这一场精神的思路由此打响 接下来对于黑旗来说 没有任何办法 如果这边弃掉的话 那这个死将太怪异了 所以只有沾上 白旗在贴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大龙已经全部被关在里面 黑旗吃 白旗再沾上 那么这时候黑旗怎么办呢 就只能反杀 反断 将白旗断开 然后跟白旗杀气 这是黑旗没有办法的办法 而白旗打吃 滚包变向一本局 除了这个惊人思路之外 他就唯一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不断地收拾自己的残兵败将 把自己的残兵败将 这个修理得更好看一些 但是当他所有的残兵败将 都连接在一块的时候 他们就组织了一波有声力量 当白旗站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残兵败将和这边的残兵败将 以及上面的残兵败将 连成一条巨龙 他们团结在了一起 当我们的子弟形成配合的时候 他们的力量就是惊人的 当我们所有的子弟配合到一块的时候 可能结果也会悄悄地发生改变 因此当白旗站到这里的时候 黑旗的巨无霸 在白旗团结的力量面前 也显得非常渺小了 这就是实战的竞争 接下来黑旗不得不走这边 否则一拐这边上面死了 那也前功尽弃 所以黑旗不得不强行顶住 搬了一律 白旗在团 黑旗在吃 好 像这样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左上方也在白旗全死了 可是这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只要我能实现反杀 这盘旗就将被我拿下 这是实战的进程 黑旗拼命地延弃 但是只要你无法做活 黑旗就没有办法和白旗的所有的部队 已经成功会师的所有部队相抗衡 最终的结果 黄一松已经使出了浑身解除 在这边一断 一冲 很强硬的已经 再沾住 延弃 这边已经延出了 一二三四五六六口气 这边甚至还使出了一招 扑一个紧气的好手 扑了一打吃 继续紧入白旗的气 但是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白旗实战拐一下 在这边粘住的时候 两条超级大龙展开了队伤 最终黑旗提 白旗团 当下到这里的时候 黄一松同学无奈地听众认输 因为黑旗的大龙已经被杀掉了 那至于最后的结果 我可以给大家摆一下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番旗是有多么的令人惊心动魄 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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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只有紧气 黑旗粘这个是自撞一气 所以说黑旗不能去走在这边 所以说只有拼命的紧气 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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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吃着带响 这时候白旗不入气 但是白旗可以粘这个 然后黑旗紧气的时候 白旗一吃 最后的结果 黑旗大龙慢一气被杀 所以最后黄一松只能认输 这就是本局的过程 变相一一统治 在这个局面可以说是濒临险境的 几乎可以说是绝望的时候 在黑旗巨物霸就摆在面前 以此作为基点 向白旗发射的这个 这个一瞬间 它使出一招活争 使出了一招将计就计 最终将巨物霸直接装在自己的兜里 实现了惊人的反杀 这就是这盘棋精彩的屠龙过程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接下来让我们来欣赏一盘我自己的对局 这是来自这个第 这是第多少轮 可能是维甲第十一轮的比赛 我的对手是柯杰九段 在这盘棋的中盘阶段 由于形势所迫 我不得不向白方大龙展开了强烈的这个供杀 最终结果如何呢 我们进入这盘棋的精彩片段 此时的局面 白旗之前刚刚从摄像边藏出来 紧看下边的战局 其实白方反而处于有力的地位 因为左下角白旗这三个旗都还有一位 这个地方黑旗面临白旗的后市 其实黑旗反而是被动的一方 但是维甲是下一盘棋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上边一带 黑方留下了一枚定时炸弹 这也成为了黑方本局唯一的火种 接下来黑旗就势必要展开一场全局战略 给白旗示意最猛烈的冲击 这就是接下来实战的继承 让我们来一同欣赏 第一步棋第105手 黑旗在下面已经无以为继了 只能转向上边断打 将白旗断开 然后小尖出来 这四颗棋子毫无疑问是其今 白旗帮不能轻易的死掉 因此这两步棋白旗必硬 如果简单的猴的话 黑旗从这边简单的分段就是先手 然后就能达到生分中积极的目的 此时柯杰选择在这里吃 他的意图是干净的把它提起来 让黑旗这个地方变色 而接下来以下的一系列的招法 就是黑旗本局的一个构思了 下一步棋注意 有点令人惊讶 大家屏住呼吸 下一步棋我们来欣赏他的招法就好 第一百零就是我的黑旗 我直接笔顶在下边白方三路的硬头之上 这步棋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一个猎行 因为当白旗拐出来的时候 这边黑旗就没法看了 这两下交换之后 这个黑旗底下已经彻底的 进入这个待命的一个崩溃状态 就得到了一个崩溃的指示 然后这四个弟兄在待命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骑行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猎行之后 底下已经没法看了 而黑旗整体的意图是什么呢 自然就是瞄着将这里站出来 当黑旗使出这招笔顶的时候 本局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不是白旗迄今被黑旗吃掉 就是黑旗的渔网整体被破坏 只有只可能是这两种结果 所以说接下来的战斗 就双方已经四刀见红 当白旗拐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局面出现了一个很很微妙的奇形 白旗黑旗拐过来之后 在小间等等 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变化 但是由于黑旗这边形状太薄 所以黑旗没有办法实践对白旗的杀戮 因此这时候黑旗只能尝这个 此时从白旗的角度来说 出头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怎么出头 稍稍有点尴尬 因为这边白旗的气也很紧 一旦出头之后 黑旗从这边紧过去来 可能也会对上面的白旗实现反杀 因此柯杰在这个时候 他先提了一个结 至少其实耐人询问的一周 如果黑旗再沾 白旗再出头的时候 将来中间就会好很多 但是显然 黑旗没有办法再硬了 接下来 我就重新将目光盯在了下面 黑旗此时的战略意图非常简单 就是上下两边我要捕获你一边 这样的话这盘旗可以 我们才可以继续 如果让你们都跑了 那我们整体的战略就完全失败了 所以说上边不成 我们就要回到下边 因此下一步旗 黑旗继续列行 第一步已经彻底分裂了 彻底裂开了 第二步旗继续裂开 你来吧 你随便你的 白旗如果简单的一长 那么下面就如 犹如一把利刃一般 将黑旗彻底两块穿开 黑旗下面就已经崩溃 得到指示 彻底崩溃 但这样的话 当黑旗再沾回来这里的时候 这五颗旗子的旗金 就将被黑旗反杀 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么这两招旗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他们两个弟兄的确是让下边彻底进去了 成为了列行 但是他们两个 也正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存在 白方中央五子的旗金被黑旗搅和 这样的话 黑旗就实现了战略的意图 也将完成逆转 当然这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实战客戒就只能补回来了 最终下面这条白龙的生死 成为了本局胜负的焦点 客戒也是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是使出了这个最强烈的下法 在这先扳了一下 然后直接直接生死出来 贴完之后反点 就是要在这边直接全部做活 柯姐也使出了最抢手 黑旗小尖分段 白旗接着贴 瞄着黑方旗形的弱点 此时的局面对黑白双方来说都非常艰难 因为白旗如果一招不胜就可能全部被杀 而黑旗如果说有半点的退却 白方的眼位就已经足够充分 比如说我退这个 白旗搬 黑旗搬 白旗搬这个 简单的下 简单的打吃 走成这样之后再一做眼 这旗就基本上已经活掉了 因为我如果破眼的话 这边只有打吃这个 这边且不说还是一个打结 就算没有打结 我各种拖一拖 在底下做出这后双眼非常容易 所以黑旗一旦再去退却的话 那么最终白旗就会 会很轻松的将两眼瞪出做火 那么黑旗整体呢就 整体战术就 战略就全部失败了 所以黑旗不可能让白旗轻松做火 下面一步棋 黑方实战的选择 就是补在下边 站在这里 这招旗沾完之后 下面的白旗彻底没演 中间的白旗彻底做不出演 这块旗的白旗彻底在局部已经没有办法做火 黑旗 杀戎的目标实现了一半 但另一半 也必须要完成 就是当白旗进入 反击的时候 黑旗必须要顶住 来自于白旗的压力 才可以得实现这个 杀旗 从后来看下一步棋的黑旗 是本局的败招 此时 其实即便是猴在这边 可能也要更好一点 那么更好 最好在下边可能是在中间一场 这样的话 将会形成一个转换的局面 局面将会变得非常漫长 但是当时显然 我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所以说 实际上我顶在这里 我要对白旗的大龙展开 没屠杀 而白旗也没有任何的退路可言 双方在此一带 可以说刺刀见红了 白旗先手将黑旗分断 然后再退回来 此时如果黑旗走在下边 比如拐一个 白旗这一段 两块大龙形成杀器 但是很遗憾 这个结果是 黑旗左边只有五口气 打吃黑白旗粘入之后 这个地方只有五口气 底下的白旗 咱们点点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 怎么着也至少七口气 更何况底下还能延期 所以这个结果 最终应该是一个 黑旗半三气被吃掉的情况 黑旗当然不行 所以这部旗也只能去联络自身 这就是实战黑方屠龙的过程 当下成这样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白旗的大龙 彻底被黑旗包围在里边 局部白旗是无法奏火的 但是 由于黑旗自身的问题 当白旗断到上面的时候 黑方的大龙也被卷入了战火 这盘旗可能不像此前那些旗 那么直接刺激 而这盘旗更多的是在战略的层面 黑方使用了一招 缠绕攻击声东击西的战术 最终捕获黑白方大龙 而白旗最终呢 就是反戈一击 断完之后 挡住 黑旗只有击 白旗再沾上 马上下面能坐远 黑旗只有杀 白旗再打尸 在一贴出的时候 白旗开始对黑方施展反杀 大家可以看到白旗这边还是有很多很多气的 所以说一旦黑旗这块无法做活 可能黑旗就反而被白旗杀掉 这是黑旗所面临的问题 黑旗直战长 白旗跳 黑旗拖 白旗顶 最终的结果 黑旗拐 白旗顶在这里 挡 当下成这样的时候 黑旗底下的一个生死问题 决定了两条大龙的成败 可以说这是一颗现实版的发扬路 如果说没有这颗旗子的话 没有这两个交换 黑旗这一班 这旗黑旗就可以把白旗搞定了 因为黑旗可以做出一只大眼 就可以对白旗实现反杀 但很遗憾的是 这盘旗的场合不太一样 白旗这边显然变得更加厚重的 因此当黑旗搬到这里 白旗加进来的时候 这边出现了一个让黑旗无法拒绝的打结变化 实际上白旗先吃这边 这是好次序 再加这边 这出现了一个打结的变化 从后来看黑旗最好下法是搬 搬完之后沾上 这样的话 这个局面 如果白旗拖进来的话 就会是一个打结 当然这个打结是一个黑旗赖皮结 提成这样打吃 这样的话白旗猴黑旗只有沾上 黑旗是四旗五旗 白旗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个结果 大家像这个样子干黑一下 黑旗呢是 白旗呢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 所以说黑旗紧一口气 白旗提 黑旗如果提这个的话 白旗沾 黑旗是慢移气的 这是一个缓移气结 但是缓移气结的背后 是将来黑旗可以 能把这个三个子提起来 然后再跟白旗打结的话 黑旗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把这块气了 把这块气了 然后围左边 围右边 有可能黑旗 甚至是气两块旗 都有可能会获胜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当然 前提是要撑住这个结 撑住这个缓移气结 客观来说 还是黑旗要累一点 但是局面因此 也会出现一些变数 那么最终 两块大龙的对杀 进入白热化阶段的 最后一个瞬间 当白旗加入这里的时候 非常遗憾的是 下一步棋的黑旗 没有硬好 实战黑旗没有班 而实力下 当白旗架到这里的时候 一切都结束了 这盘旗最终另一个成为本局的败招 因为如果黑旗接下来再吃 白旗冲 黑旗再沾 白旗再退的时候 这边就没有结征了 就是团和退的区别 退的话就没有结征了 团的话就有个结征 因此黑旗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慢两切的局面 所以当白旗加到这里的时候 由于最终黑旗最后一招旗的问题 使得这个局面失去了悬念 最终白旗凭借二路加之后一路加的反杀 在白旗大龙非常危险的时刻 实现了对黑旗的反杀 最终一举拿下了本局 最终我的整体的战略的思路 通过对上下两块白旗的缠绕进攻 捕杀白旗大龙整体的战略思路 因最后被白旗释放一路加的妙手 而功亏一篑了 这是本局比较遗憾的瞬间 但不得不说这盘棋整体的过程 思路上还是值得大家去借鉴的 这盘棋我整个浏览了一遍 2020年中国维棋贾连赛科捷同学的所有对局 我发现这盘棋是他唯一一盘沙龙的对局 所以说这盘棋就不得不入选了 尽管对我来说可能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但是整个过程还是很精彩的 希望能够给观众朋友们带来借鉴的作用 好了 这就是这盘棋的精彩过程 最后一盘棋 让我们继续来欣赏敏玉亭九段的屠龙对局 我记得在上一期的节目中 最后一盘棋正是敏玉亭九段 凭借着中府惊人的思路 凌空一挖 最后凌空一靠 连续两步好手将深敏俊的大龙狂图 非常精彩的一局 那么今天最后一盘棋还是他的对局 只不过这一次 他就从屠龙者变成了被屠龙者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的一个精彩片段 这盘棋是来自于维甲联赛第十二论 敏玉亭直黑迎战的继续是韩国外援螺旋九段 此时局面已经到了后半盘的争夺 我们来看一下 当白方把这个棋子粘住的时候 全局已经是进入到了收束的阶段了 可以说是 大家基本上各处都已经定型 此时就是关子阶段 第139首敏玉亭 他就在这边小间出头 这部棋显然是在破坏白方终将潜力的 看起来他似乎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乍一看是这样 但是细细一品 发现这部棋的背后是另有玄机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黑棋不在这边走的话 那么自身就会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黑棋不得不面对的 那么就是左右两边的关系 比如说黑棋抢地 抢地的话 黑棋可能会使出这种断的手法 断完一吃 这个实际捞得很大 这全都是我的 巨大的一手 但是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首先这个冲白棋黑棋只有团 这个顶黑棋只有粘 就是这个局部来说黑棋只有一只眼 本身已经非常委屈了 关键的问题是在于上边 上面这个时候白棋甚至还有一股小间的好手 这部棋让黑棋实在是太难受了 这部棋正常来说你只能吃这个 因为你粘的话 这边一度过这边就只有一只眼就直接被杀掉了 当然是不可以的 所以黑棋只有吃 可是有了这两手交换 大家可以看到这部一路利成为了绝对的先手 黑棋只有在这边比如说提掉 做活 然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凭借这一路先手 这边再点进来的时候 嘿嘿 这块棋就被吃掉了 眼形出现了不足 你再度过我一挡 死了 毫无疑问这个黑棋是没有两只眼的 甚至我还可以往里爬 直接全部被我吃掉 好 这样的话 就说字吧 所以说你抢了再多多地 一块大龙被吃肯定是不行的 因此黑棋 大家可以发现 黑棋上面可以说是不得不防 不得不走 这也是为什么第139手 李玉廷他非要在这边出头的原因 破坏白棋的潜力只是次要的部分 加强自身才是主因 不过可能很多的棋友们又发现了 不对啊这个事情 你要说黑棋加强自己 那简单的比如说虎一虎不就做活了吗 简单的走一个不就是活棋吗 怎么往上边走 这部棋好像跟眼位也没有关系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部棋 黑棋跟做眼 跟建立根据地 跟做活的确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如果说黑棋不能出头的话 那么这部棋从做活的角度来说 它是一部废棋啊 这招棋 黎玉廷为什么要这样下呢 螺旋实际上也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这边一冲 这部棋直接击中黑棋棋型的要害啊 所以说黑棋如果再团 白棋就顶 黑棋如果再沾 白棋就一样画糊了 他就剪了走 刚才我们摆过了 我们就不再摆一遍了 这样的话黑棋整个大龙就有危险了 所以说黑棋不能这么下 但是不能这样下的话 那你这部棋在干什么呢 实战后面两场棋 黎玉廷体现了他的意图 糊 这条棋是线手 白棋只有沾 然后黑棋再并 在团之前 因为每团一手棋都是在窥幕的 每团一手棋下面的白棋就在掌目 在全局成细棋的状态之下 黑棋是不愿意做到这一点的 所以说黑棋最终的意图是什么 黑棋最终的意图是 我往前并 我在瞄着你的断点 我的目的是你联络 我直接杀出来 我不是想要做活的 我是直接杀出重围 这样的话 第一我不损目 二我把你潜力全破坏了 这是我的心情目的 在做活的同时 我甚至还去破你的目 非常狠 这是敏玉廷整体的策略 但是 就在敏玉廷并在中复的一个瞬间 就在这一个瞬间 他露出了一丝丝的缝隙 一丝丝的破绽 而这个破绽 刚好也被螺旋给抓住了 这就是后面两招白棋的妙位 这个地方黑棋病 的确是关系到中央这里 白棋的眼位 白棋的断点 这的确是如此 看起来白棋不不断 还能走什么呢 难道说挤这个吗 挤这个的话 就小心直接被断死了 这个就真要小心一点了 白棋底下的气也不是很长 这样的话 恐怕直接就被反杀 当然不是这样的一个 一招棋 所以白棋要怎样呢 才能够惩罚到黑棋呢 这就是如下几招白棋的策略 第一招棋 白棋现在二路加 这个黑棋不得不硬 只能立下 然后接下来下面两招棋 可以说体现了螺旋 对于棋型的一种敏锐感 在不断之前 白棋扑 黑棋整个体 然后在不断之前 白棋打吃 这招棋 可以说是本局白棋的盛招 下出这两步棋之后 黑方大龙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问题 在黑棋先动手的情况下 黑棋的大龙出现了明显的问题 而这两招棋 就是直接击中了这块黑棋的要害 使得黑方陷入了非常艰难的局面 这两招棋什么意思呢 首先第一点 黑棋如果不走 比如说跳出来 继续贯穿意图 那么我最简单的 我虎了一提结 这就是一个打结火 毫无疑问是一个打结火吧 你扛不住吧 这样的话呢 咱们看一下全盘 白棋的这个后卫 就知道这个黑棋已经不行了 而且说实在 这个块棋在架势巨大 黑棋全盘甚至连棋材都找不着 所以这肯定是不行的 因此黑棋肯定是不能脱心 形成打结基本上相当于认输 那么怎么办呢 就只能走啊 假设瞻结 瞻结看起来也是瞄着断点 也是一招先手 白棋的确只能走 黑棋在跳 这样的话呢 白棋 黑棋同样是扬长而去了 但是 这边你虽然防住了我的虎子先手 却防不住我的指导黄龙 这不起太严厉了 黑棋挡了 白棋在一瞻的时候 这边的死活出现了问题 这是白棋另外一个意图 下成这样的时候 黑棋的大龙 还是出现了死活的问题 最好的死活的下法就是搬了打吃 然后再打吃 这样的话就又是一个打劫活 因为如果黑棋粘的话 白棋走在这里 大家可以自行验算 这里是一个刀八五 将来白棋再一团到这里 就是刀八五死棋 黑棋当然就不行了 所以黑棋从死活的角度 只有爬这个 但是这样的话实在是太不堪忍受 第一个是一个打劫 第二个就是黑棋打赢了 里边还是一双火 自己的木都被破掉了 所以这个就太惨了 因此黑棋自然就不能粘 那么大家同样可以看到的是 白棋铺了打的妙位 如果不是铺了打 你比如说单打 你再一点的时候 再怎么做成这样 下面的黑棋是有眼的 而铺了打使得黑棋这个地方多一手棋 因此当白棋再去点杀的时候 黑棋的眼形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白棋在这个时候 在黑棋瞄着我们断碟的一个瞬间 我们选择铺完之后 大吃的原因 这恰恰也是黑棋忽略的白棋的好手 当下场这样的时候 黑棋面临了严阵的考验 此时米一天没有办法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脱筋 所以只好是人立下 先把这话去做活再说 那么白棋通过铺了 得到了铺了打之后 就缓解了来自于断点的压力 尽管这个断点依然客观存在 但是它毕竟出现了一个打击 也因此白棋得以施行全盘的计划 这一下之后 下一步棋白棋就不是不断 不断再跳出没有意义了 所以下一步棋白棋就出头 封锁黑棋的出头 天王盖利虎 先把这块棋盖进去再说 这块棋黑方就出现了死活的问题 局部也无法做活了 唯一的希望就是反断白棋 继续打击 白棋在这一代 也有投入了六颗棋子 但是两者之间是没有 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因为黑方如果死了是全死 而白棋死了只是死了六颗棋子而已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黑重白棋的打击 黑方就别的地方没有解散 只有本身解 点 白棋就沾上 提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六颗棋子白棋是完全可以弃的 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个末术问题 因此 当白棋这边形成一排后世 这边再形成一排后世 再从中央把黑棋断开的时候 黑棋这番棋就非常艰难了 因为你要么就是右上被我打劫杀掉 要么下面这块大龙就成为我的攻击目标 这就是实战的进程 这部棋断越的找结 黑棋不得不防 因为一旦被缠过来 这块棋说实在的 除了一只后手眼之外 恐怕也很难做出第二只眼尾 实战黑棋只有打持 白棋提 打这个结 黑棋实在太累了 说实在的 这个棋 黑棋实战的找结 找的已经非常的好了 这不点一个下的已经很好了 再提回来 这部棋跟中央还有点关系 但是 没有办法 中央的白棋实在是太厚了 当白棋继续找结的时候 作为黑棋的敏玉婷已经无法跟着硬结了 如果你再硬 这个局部白棋还有很多结 然后这边的大棋 你又不能不起 黑棋关键连本身结都很少很少 因此黑棋没有办法 只能消解一堵大棋的生死 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 螺旋凭借铺了一打 成功出现了一个打结 然后在天王盖地虎 上面形成了打结虎 最终通过打结 在下面连下两手 将黑棋大龙 下面的大龙 关在牢笼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白棋是铁厚巨厚的 一排外侍 一个笼子 对于黑棋来说就太艰难了 因为下面黑棋只有一只后手眼 中央对于黑棋的来说 就只能完成一个任务 就是先手则的一只眼 但毫无疑问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你跳的话 白棋搬 简单的下 就搬一个 小尖先手 然后再杀 这就死得很清楚 肯定不行 如果你藏在这边 可能白棋可能已经不太会了 白棋就简单靠一个 把你眼破坏就行了 所以黑棋已经无物可走 实战当下成这样的时候 可以说黑棋已经 没有办法 最终 明月亭下出了 加这招棋子 令人感到很酷炫的一手 当然它只是一招 障眼法 对于白棋来说 只要把握住要点 就可以拿下奔去 最终的结果是这个样子 白棋 糊在这里 黑棋此时 尖成为先手 但是尖先手 还是没有用的 黑棋如果下面作演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中央这一靠 再一打吃 再一翻吃 就死了 还是没有眼 始终黑棋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 你做不出两只眼 而之所以白棋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目的 非常清楚 白棋整体战略的意图 之所以能够完整的实行 源自于一个词汇 叫做厚薄 当白棋充分利用自己的后势 向黑棋发动进攻的时候 白棋临时成功 也就不远了 这就是厚薄的威力 当下成这样的时候 黑棋已经无法做出第二只眼 最终黑棋在这里加 然后再反加这里 这又是一个障眼法 如果白棋补在这边的话 或许黑棋可以先手做出一只眼 但是 这个队值也就是 其手来说太简单了 实战 第174手 螺旋点在黑棋眼围的要害当中 这块棋的黑棋 已经 没有路可以走 第175靠第176 白棋拉回来之后 这块棋的大楼 彻底的 深深的陷在 白方四处所笼罩的后室当中 一条大龙 就以这样的过程 被白棋涂掉了 这就是本局的涂龙过程 明依庭九段力量十分的巨大 他在2013年开始 就这个 可以说是展露了头角 成为了世界冠军 当时他就是以力量著称 以蛮力著称 无数的这个底尖高手的大龙 成为他的刀下之魂 但是 常在河边走 也有失血的时候 这就是这盘棋 黑棋最终所迎接的结果 他去威胁白方上边的问题 可是不成想 却暴露出了一丝的破绽 就是那个一瞬间 螺旋抓住稍纵急速的机会 扑了一打尸 使得这块棋的黑棋出现眼味的问题 从而出现一打劫 最终这块棋的打劫和下边 黑棋无法两拳 螺旋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精彩地结束了本局 好了 各位观众同志们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 四盘精彩的屠龙片段 大家可以看到 随着比赛的逐步深入 棋局的质量越来越高 越来越精彩 下期的节目 我们继续精彩的屠龙瞬间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